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修炼一颗平常心 看淡得失 宠辱不惊 不为外物所动 不被外境所转 辱辱不动 以心不乱 才会于任何时刻自在安然 每个人都想拥有好运的一生 身份证的数位里包含着很多资讯 而这些资讯跟人的命运有很大关系 无法分割的 数字九 身份证尾号是数字九的人 命中得三台极星全力相助 两星主贵 一星主财 因此身份证尾号为九的人 此生是别人的贵人 能够为其指点迷津 做指点之人 富贵报恩 所以一生运势很好 高官无忧 生活无虞 数字七 身份证尾数是七的人 紫微星和龙德星 辱财博官 助全世 能够催往财运 所以此人一生全世不愁 一定有官座 而且官位还不低 可保大福大贵 另外 官运催向财运 一生自然发财到手软 数字五 身份证尾号为数字五的人 有文昌型主命功 文曲型相合 所以自身能力很强 善于学习 灵活多变 如果有机会遇到贵人 受到指点 可为高官 如若不然 能够走一生财运 赚钱分贝 数字三 身份证尾数是三的人 一生走六合太随之运 命格之中 有天魁心进入 为吉祥高照的象征 吉祥 催往六合太随运势 所以一生贵人运家 财云旺 而且很可能 做大官 发达财 高官厚禄 福气延续一辈子 数字四 身份证尾数是四的人 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四这个数字代表着 事实如意的意思 它会让你在事业上一帆风顺 就算有困难的话 也会通过努力得到解决 这使得他们在事业上得心一手 成功当然就在不远的地方向他们招手 财富自然是赢得的东西了 数字零 代表着一无所有 你可能不能拼爹 也不能拼妈 你一无所有 但是正是因为你一无所有 你才会加倍的努力 这样的干劲 会支撑你的财富 你会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 你的钱财注定存库 多的自己都不敢相信 是实属的富豪 数字二 如果身份证尾数为二 命令零数即是双 主好是成双 有官有才 数字二能为他的主人 带来想当当的好财运 哪怕出身贫穷 家境不佳 也注定能通过自己的积累 以一份力气换双份收获 一生喜事皆成双 不是做官 就是得财 人生可称得上是红红火火 其实一个人快不快乐 完全在乎他自己 如果你要找快乐 也许他就在你的身边 否则烦恼也会光顾你 要说世上根本没有完美的人生 其实一切都是守恒的 你要学会遗忘 快乐的空间越多 烦恼的空间就越少 只要你自己过得开心 活得自在 你的生活就会很精彩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 感谢收看 欢迎转发 点赞 请不吝点赞 点赞